同学们,各位好 曾经有部分的同学一直希望我在这个课程里面教各位发音 那么我也曾经想过用什么方式 比较让同学能够产生更大的兴趣,不会这么枯燥 那么我今天想到有一种方式就是教各位发音的同时 我们学习一些生活上面有趣的美国口语 那么在这同时我们学到发音,也可以学到美国的生活口语 那么今天我就要来试试看用我最聪明的方法来提起各位的兴趣 然后达到最佳的效果 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下去,OK? Bad Bad 这个时候A发Bad D不要发出声音来 Bad 不好的 坏的 Bad 我们跟着学Bad Move Bad Move 在生活中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傻事 那我们来比如说,你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你去洗冷水澡 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喝酒,这都是Bad Move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中文讲你做的怎么这么傻 You were made a bad move You were made a bad move 那么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我们说你做的太好了,做的好,漂亮 Good Move Good Move That is a good move 做的真好 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好的时期买到一个很好的股票,让你赚了很多的钱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That is a good move That is a good move 你真聪明,做的真漂亮 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刚刚上面学到Bad Bad是不好的意思 Bad 那么现在这个赌博叫做Bad Bad Bad 你们可以分出来之间不同的地方吗 OK,Bad Bad Bad 我最后的尾音是在D的这个位置上面,但是我不发出来,所以是Bad 那么B-E-T是Bad Bad 我的尾音是放在T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几乎我不发出来 Bad 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时学到一个美国的口语,劝人家不要赌博 最佳的赌注是不要赌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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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最佳的赌注是不要赌钱 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我们鼓励人家,我相信你做得到 我就可以讲,I'm betting on you I am betting on you 我相信你绝对做得到 好,我们现在看B-A-C-K 后面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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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后面的K-C-K,我几乎不发出声音来,但是我的嘴唇在那里,叫做Bad Bad OK,我们生活当中学到一个口语,Watch my back Watch my back,帮我注意到身边的小人,我们再另外学到Bad的一个口语,Bad me up,Bad me up,在后面支持我,我们再用Bad来做一个简单的口语,Bad to normal,Bad to normal,一切正常,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字的语乱费二者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字的发音比较Bad al Better Better 比较好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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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油 好我们从Better这个做一个生活的短句 You better not 你最好不要冲动 Keep calm You better not 保持冷静 千万不需要冲动 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安慰自己或安慰人家 有好过没有 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 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 我们从Better 讲到Butter Butter 流油 Butter 我们来学下Butter的生活用语 Bread and Butter Bread and Butter 生活的基本生计 Bread and Butter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造句 我辛苦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I work hard to earn my bread and butter OK我们来学这个发音 B-A-R B-A-R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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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 B-U-S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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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 我们用Bar这个字来解释一下 它在英文里面有一种另外的意思跟用法 在你出门前必须把门拦上 Bus Bus 必须的 To bar the door To bar the door 把门拦上 Before leaving 在出门之前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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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站 OK 我们学到这个字 小虫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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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发觉到我的发音 最后G在这里 我不发出声音的 Bus 我们用小虫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I found a bug in my food I found a bug in my food 我们来学这个发音 Barber Barber 两个音节 Barber 理发匠 那么理发厅 Barber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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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发厅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佛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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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H不发音 OK Buddha 在英文里面Buddha 我们可以这么用 He looks like a Buddha He looks like a Buddha 他看起来好肥胖 我们现在学到这两个字 非常的接近 小面包是Bisket Bisket 小面包 Basket Basket 篮子 我们再接下来接到 两个字很接近的 公牛 Boo Boo 球呢 叫Bow Bow 球 Bow 跟Bow 之间的差别 OK 我们来研究一下脚大车 B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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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大车 我们现在把脚大车分开来练 为什么它要练Bicycle 好不好 B-I发Bi C-I C-Y发C C-L-E发C Bicycle 合在一起练Bicycle Bicycle 它这个音是这样子发出来的 我们来研究一下面包 Bread 它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B-F-B R-E-A 发Bread Bread Bread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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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发出声音 所以 Bread Bread 我们现在分解一下 Beautiful 这个字 它是怎么发出来的 好不好 B-E-A-U B-F-F-B-E-U B-E-U B-E-U T-I发T T T F-U-L 发F-F-O B-E-U T-F-O B-E-U-T-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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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研究一下啤酒 这个声音 Bear 是怎么发出来的 OK 是这样子发出来 我们刚刚学到啤酒 我们现在讲到熊 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B是发B EA发A A B A 2 B 我们讲到书 B发B O发5 K发K 但是不要发出来 OK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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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 我要教各位 这两个句 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字 Book smart 是说会读书的人 Stream smart 是会做事的人 那么有些人会读书 不会做事 有人会做事 不会读书 有些人两者都有 有些人两者都没有 我们今天第一课 发音较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A E B I O U 是母音 母音在发音的时候 它经常有变化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 今天练习的是 从B开始 这个子音 那么 你有没有发觉到 你对那个B的发音 有没有概念 我们今天在这里 用B来做练习 它是一个子音 它是一个爆破音 OK 我们千万要提醒各位 当B在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千万不要发音 接着下来呢 我会一直带着各位 练习 B A B E B I B O B U 它们组合在一起 是怎么样的发音 然后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把你的脑筋锻炼出来 可以发的很正确 那么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么 你需要有耐心 我教你也需要有耐心 但是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 这样子走下去 你要把发音学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学发音 是很沉闷的一种课程 所以我尽可能做到 就是从 在教你们发音的同时 我想到的一些 生活当中的口语 我把它掺杂进去 让这个课程 比较生动一点 你们学起来也比较有兴趣 我也不知道 你们感觉我这种 这种方式 你们是感觉如何 那么非常 希望你们在这个节目的下端 为我留言 把你的想法 还有你的看法 还有你的建议 告诉我 好不好 那么这一刻 我们大概先暂时到此为止 那么恳请有心的朋友们 把这个节目传播给 你身边的朋友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